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因爱而坚强地默默守望 或因爱而倔强地至此不渝 于是有了牛郎之女的七夕之约 有了梦江女的千里寻夫 有了梁庄的双双化蝶 有了白蛇许仙的断桥重聚 这些故事 这些传说 在白信的口中文人的笔下 虽上演了千百年 永恒不变的却是那至纯至真 至情至性的那颗心 所以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初 对于牛郎来说 织女就是蓝色星星 细细体味暗藏于心底的 那一缕刻骨的相思 和那一份难舍的牵挂 看是谁尽力繁华之下 抬头仰望星空 轻声问 世间情为何物 南京师范大学利波教授 陪我们一起与时间逆行 开始这场千古经典爱情的浪漫之旅 敬请关注千古爱情第一集 来自星星的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美好的爱情 未必能天长地久 但是只要曾经深情的拥有 那些美丽的爱情 就像漫漫长夜里的一点星光 跨越数千万光年的距离 终究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生活如此的美好 可以因为理想 可以因为信仰 也可以因为价值 当然更可以因为爱情 要细数中国古典文化中 那些纯美的爱情 唐代大世人督目的观点 是要从牛郎织女所起 所以他那首著名的《秋夕诗》里说 天街夜色 凉如水 我看漆牛织女心 事实上据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很多学者都认为 中国古典爱情模式 是从最早的民间传说 爱情民间传说 牛郎织女开始的 牛郎织女的故事 位居中国古代 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首 它基本上不仅奠定了 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的 情节模式 情感模式 也奠定了中国古代 爱情故事的情节模式 和情感模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 牛郎织女 这个传说故事的情节内容 首先要交代的是 因为这个故事太过有名了 所以它的情节版本 是非常众多的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民间传说里 有非常众多的传说 上个世纪著名的学者 钟静雯先生曾经做过详细的考证与考别 那么梳理了一下 像牛郎织女 它的版本原流 开阔而论 大概有十几种之多 所以我们呢 简单一些 把它分为三大类 一类叫做天庭版 一类叫做人间版 还有一类叫做自然版 三个版本的不同传说 那么我们既然是在人间 不是在天上讲这个故事 那么自然要以人间版为主 那么中间这个过程中 还会对照的对比一下 天庭版和自然版的情节内容 至于为什么叫做天庭版 人间版自然版 大家一听自见分晓 先从南一号说起 说这个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户贫苦的人家 弟弟呢 因为父母死得早 弟弟呢 就跟着这个凶嫂度日 这个嫂子啊 很不待见这个弟弟 甚至不仅瞧不起他 甚至有点虐待他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 这个弟弟呢 他每天过着贫苦的生活 他每天的事情就是去放牛 家里头有一头老黄牛 给他最亲的不是哥哥嫂子 而是这头老黄牛 时间久了 你们老是放牛吗 小的时候是放牛娃 长大了以后 就被人叫做牛郎 后来这个哥哥嫂子 实在嫌弃这个弟弟 就给他分家了 这个弟弟比较质朴 比较老实 甚至比较木讷 嫂子又欺负他 所以这个弟弟到最后 分到的家产 就只有这条老黄牛 别的什么都没有 但这个老黄牛 可不是一般的老黄牛 它是一头很牛的老黄牛 为什么呢 据说他是天上的金牛心下凡 犯了天条 被贬到人间 刚好贬到牛郎他们家 刚好是牛郎伺候的 这个牛郎呢 人很善良很朴实 对这个牛 因为哥哥嫂子对他也不好 是不是 对这个牛的感情 反倒是最深的 整日这个精心的伺候这个牛 所以这个牛呢 老黄牛呢 也感恩图报 因为他是金牛心下凡吧 具有非凡的力量 所以他怎么感恩图报呢 他就想帮这个牛郎 戳合一段美满的姻缘 好到这里 这个故事的南一号 南二号都出现了 请注意 这个南二号 那当然不是帮着嫂子 一起欺负弟弟的那个哥哥 而是这头很牛的 这个老黄牛 但是这是人间版的故事情节设定 在天庭版里头 南一号南二号还是牛郎和老黄牛 但中间有一个虽然细微 但却十分关键的差别 这个天庭版里的情节铺垫 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是说不仅这个老黄牛 是从天上来的 这个牛郎啊 其实也从天上来 真正犯了天条被贬下来的 是原本是牵牛星的牛郎 他自己不知道 而这个老黄牛呢 其实并没犯天条 他是跟随着牵牛星一起下凡 来帮助牛郎 这个区别啊 我觉得虽然可以解决后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这个区别 只使得天庭版成为一种败笔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人间版的故事情节 这个牛郎 他是这个人类的医院 他们有法力 而老黄牛鸡牛星下凡 织女更不用说是织女星下凡 他们来到人间之后 都具有人所不具备的神的法力 不平凡的力量 说白了 织女星 它是下凡到人间 她来到牛郎的身边 那就是来自星星的你 如果牛郎再是来自星星的你 那就变成来自星星的你们了 对 那么他们获得爱情的美满 就不是靠着牛郎 属于人类的质朴 本色 善良 对不对 这种基本的人性 而是靠着神性 那样 那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不是来自星星的你了 就像那个来自星星的你一样 那个千诵一要是人间的 而都教授可以是来自星星的 如果是来自星星的你们 那又何必到地球来呢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这个人间版的 保证了牛郎的基本人性 这个区别和天庭版的区别 虽然细微 但是非常关键 这使得这个故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具有了奠基的意义 事实上 也正是因为牛郎保存了这一点人性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 甚至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不公 以及它残酷的一面来 你看牛郎是受哥哥嫂子不待见 少小孤苦 对不对 我们后来发现 很多中国民间传说里头 经常有这种弟弟 受哥哥嫂子虐待的这种情节模式 为什么呢 我后来想 这可能和中国传统的中法文化有关系 因为传统的中法文化 讲究敌出 只有长子才有财产财富的继承权 而输出的 你像牛郎作为弟弟 他就是属于输出 他在这个财产继承权上 权力就远不如长子 所以牛郎作为一个输出的弟弟 他所继承的财产 只有一条可怜的老黄牛 但是上天是公平的 牛郎得到的很少 但这唯一得到了 这条老黄牛 就帮助他改变了命运 然后老黄牛为他带来了一段巨大的人生财富 那就是美丽的爱情 一段至存至美 可歌可泣的爱情 这个老黄牛有一天突然开口 给牛郎说 说你有一段天注定的音乐 明天天上的七个仙女 要到东边山谷的湖里头 去洗澡 去沐浴 你明天悄悄的过 提前埋伏好了 仙女们在洗澡的时候 你看到树岔子上有一件粉红的衣衫 你把这件衣服偷了 然后这件衣服的主人 就是你命里注定的爱人 你看这事 靠谱不靠谱 首先老黄牛突然开口说话 以前没说过话 他就是一头老黄牛 牛郎不知道他是金牛性下凡 对不对 突然开口说话 不靠谱吧 一开口说话 说了就是用更不靠谱的手段 获得一段相当不靠谱的爱情 所以这事看上去怎么都不靠谱 换了别人 估计会去做吗 不会 但是牛郎会 为什么呢 这就可以反证出牛郎的质朴来了 老师甚至有点梦呢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 这种老实的接受天注定的命运的人 反而往往有好报 所以这个牛郎第二天 提早到东边的山谷里头 埋伏好了 我不欺人 到正午的时候 七个仙女从天上飞下来 然后在这个湖水里头沐浴 这个牛郎就悄悄的 就把挂在树叉子上那件粉红衣衫 偷了下来 刚拿到衣衫怎么样 惊动了仙女们 仙女一看 有陌生人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所以这个仙女们都反应很快 立刻穿起自己的衣衫 天衣 腾空而去 飞走了 那么最小的那个仙女 七个仙女里头最小的 排老七的 七仙女 然后因为找不到自己的衣服 所以就飞不走了 然后找不到自己的衣服 就哀求牛郎 然后牛郎就告诉他 老黄牛告诉他的话 然后织女知道 也知道这是段天注定的姻缘 然后两个人果然就结合了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是最美的爱情誓言 于是有了牛郎织女的七夕之约 有了孟江女的万里寻夫 有了梁柱的双双化蝶 有了白蛇许仙的断桥虫具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初 看是谁尽力繁华之下 抬头仰望星空 轻声问 世间情为何物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牛郎之女传说故事里 所提到的天注定的姻缘 在数千年的时间流转中 早已渐渐渗透于我们的生活和文化里 比如神话故事中 关于望川河畔三生石的传说 比如小说《红楼梦》里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牧师情缘 比如后人常会说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寄托着人们对于一份真挚感情的渴望 所以可以说 牛郎是幸运的 因为老黄牛会告诉他 究竟谁是他命中注定的有缘人 但是对于织女来说 他又如何来认定牛郎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他呢 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哪个故事 揭秘了牛郎之女传说的最早的起源呢 之女有可能对牛郎一见钟情吗 牛郎有可能对之女一见钟情 那不用说之女是神仙嘛 神仙姐姐 我们看天龙八部 神仙姐姐那是让人神往的 段玉这样的王子一看神仙姐姐都一见钟情 那更不用说牛郎 但是织女对牛郎有可能一见钟情吗 别说牛郎不可能气质出众 就算气质出众 况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织女人家正在洗澡 那一陌生男子把人家衣服给抢了 把人家衣服给偷了 然后就要给人家好 这种情况下 就算牛郎再有气质 咋得再帅 就是这样 那织女也不能 这个在这种场景下 喜欢上他 为什么 这是一个自己在洗澡的时候 被人偷了衣服 然后具有威胁的 要挟的场景下 怎么可能一见钟情呢 当然 首先回到这个情节上 这个有没有抢婚 逼婚的这个内涵呢 有 很明显 尤其在 有的民间传说里 对这一段进行铺排展开的时候 我们看得更清楚 这就要谈到 自然版的民间 这个传说里头 进行渲染的根源所在 我统计了一下 大概自然版的 牛郎之女的这个传说里头 他所追溯的原形 情节原形 比较典型的 应该是敦煌 长荆栋发现的唐代辩文 唐代辩文里头 记载了一个故事 叫做田昆仑的故事 故事说 有一个叫做田昆仑的家伙 当然是个男的 有一次 他经过一处山谷 在一个湖边 发现有三个仙女在洗澡 也是在沐浴 然后他就去偷了人家一件衣服 仙女们发现了这个男子之后 也是赶快找到衣服 腾空而去 穿上仙衣 腾空而去 但是最小的那个 这个衣服被偷了 走不掉 然后就哀求这个田昆仑 把衣服还给他 然后田昆仑就说了 借室 偷了衣服 然后就逼婚 你看人家是从天上下来的 大概对这个地段 地方也不了解 人间的情况也不了解 这个田昆仑就说 这个 此湖是我挖 此树是我摘 要打此洗澡 留下澡汁来 你没听人许 跑到我们家湖里头洗澡 那只有嫁给我 来抵藏澡汁了 那么这个天女怎么说呢 被困湖中的仙女就说 信愿持主宽恩 还其天衣 用盖行体出持 供持主为妻 你看啊 这个仙女看来开始也没有说不肯 仙女还是比较聪明 你知道 先这个答应了 先出来把衣服要回来再说 所以我可以做你老婆 但是你得先把衣服还给我 我好穿了衣服出来 但这个田昆仑啊 比较贼 她想来想去 不肯 她说 娘子若所天一者 终不可得已 想要衣服 没门 别骗我 我看到了那俩家伙 穿上衣服就飞跑了 是不是 我不会还你衣服的 若非脱五三 与且盖行 得否 这个不 古音里都是做疑问句 得否 要不然 我把我衣服脱下来给你穿 你不是要不好意思出来吗 我把我衣服脱给你 这样行不行 你看在仙女答应了逼婚之后 田昆仑还是不肯把衣服还给她 说明这小子怎么样 心机是比较深的 所以这个仙女被逼得走投无路 后来开始说只有熬到天黑 实在不行 我熬到天黑再出来 后来实在是不行了 僵持了半天之后 仙女只得无可奈何的说 一听君脱三 将来盖我做出池 你把衣服拿过来吧 我好披在身上出来 共君为夫妻 所以你看 这个仙女几乎是不在 逼迫 要挟 胁迫 甚至是羞辱的胁迫下 被逼无奈 只得重犯 然后跟着田昆仑回家 成为田昆仑的妻子 后来还为她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田章 姓田明章 取文章之意 因为将来她有一段大的前途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天女和田昆仑的感情怎么样 这个唐代辩文里头记载 这个仙女 这时候她未必是织女了 就是天女 这个天女过了好几年之后 有一次趁田昆仑出差不在家 哀求这个婆婆 说那件天衣对我来太珍贵了 好多年我都没见到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我老公把这件衣服藏哪 你看 这说明这个田昆仑三年了 还提放着这个天女呢 还没有把衣服还给她 刚好田昆仑不在家 这个婆婆在儿媳的反复哀求下 衣食心软 就把这个天衣拿出来 给儿媳看一下 让她看一下 结果这个儿媳拿过天衣 披在身上 一瞬间从窗口腾空而去 立刻就飞走了 任这个婆婆和儿子呼喊哀嚎 毅然决然 头都不回 离开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天女对这个人间生活 对这种家庭生活 没有半分的感情和流泪 当然 为了刻画这个天女也不是十分绝情的 这个故事就后来写到 这个田章长大了之后 拜大辱董仲书为师 然后董仲书大辱啊 能掐会算的 说实在就告诉他 他的母亲 这个 是天女 然后每年七月七会下凡 在哪里洗澡 然后这个田章又找到母亲 然后找到母亲之后 母子相认 据说这个天女就是天帝的女儿 那么这个田章就变成天帝的外孙了 是不是 所以命运眷顾他 后来一直做到了这个当朝宰相 虽然在田坤伦的故事里 最后是母子相认重聚的团圆结局 但是依旧改变不了 天女对于田坤伦没有半分感情的现实 但是在后来人间版的牛郎织女的故事里 织女是真心的爱上牛郎了 那么在故事的流传中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关键的不同之处呢 这个田坤伦的故事再往前推 甘宝的原本搜尘记里头 还记载了一个故事 叫毛衣女的故事 故事说啊 豫章心欲献男子 见田中有六七女 皆衣毛衣 不知是鸟 扑扶往得衣女所解毛衣 取藏枝 既往救猪鸟 猪鸟各飞云 一鸟独不得去 男子取以为父 生三女 其母后始女问父 之一在鸡道下 得知 一而飞去 后父以迎三女 女亦得飞去 豫章啊 就是南昌 我们都熟悉 那个王伯的腾王阁续 上来第一句 豫章顾郡 宏都心腐 当然在这里 这个豫章 泛指江西 说明这是一个 江西的民间传说 新玉县有个男的 有一次经过一个田地 请注意啊 这还不是在湖边了 都更往前 就是随便的田地里头了 你看这更具备 普通的生活场景意义了 田地里头有六七个女子 在嬉戏 然后她们穿的都是毛衣 请注意啊 我要特别声音一下 她们穿的毛衣 和咱们穿的毛衣可不一样 您穿的毛衣 是毛线衣 毛衣毛裤 是吧 人家这些仙女们穿的是 羽毛之层的衣服 其实按道理应该最好叫羽衣 你想想 你把毛衣这个概念换成羽衣 那就美多了 然后 她们在那西系嘛 就把这个羽衣脱下来 放在这个田笼边 树岔子上 因为这个甘宝说了 他们披上羽衣就会变成鸟 然后 这个脱下羽衣就变成人形 然后这个男子 就上去偷了人家一件衣服 偷好了之后先藏好 才装作没事人一样 走过来 这心里头已经盘算好了 可见这个男子啊 不比那个田坤伦的奸诈 又少几分 少多少 所以他走过来的时候 那些天女们一看 陌生人来了 还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赶快穿上羽衣就飞走了 但是那个被偷了羽衣的 最小的一个仙女 怎么样 没办法 然后同样的情节 被逼就犯 然后被这个男子领回家 领回家之后 三年之后据说 生了三个女儿 后来这个天女 这个仙女 毛衣女 也是在让小女儿 最小的那个女儿 据说这个男子 最喜欢最小的这个女儿 让最小的女儿 去套爸爸的话 你看田坤伦的故事 是让婆婆 求婆婆找出天衣来 然后让这个毛衣女的故事 就让最小的女儿 去套爸爸的话 终于套出来 说这个天衣被这个男子 藏在那个盗骨堆的最底下 你看可见 他们都是藏好了 不让天女找到 就是始终虽然 已经逼迫成为夫妻了 但是心里头还是防范的 所以这个天女 后来因为女儿 套到了这个父亲的话 在盗骨堆的最底下 找到了天衣 找到天衣之后 和那个田坤伦里的天女一样 穿上衣服 立刻毅然决然 三个女儿都不顾 然后就腾空而去 可见他和这个豫章男子之间 也没有半分的感情 当然了 天女也不能那么绝情 故事为了表现他 作为一个女性的温情 作为一个母亲的温情 说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从天上下来 多带了三件天衣 羽衣 也就是毛衣 给三个女儿穿上 然后三个女儿 跟着他一起都离开了人间 对吧 去了天上 但是你看 他就没带 就没给他老公带毛衣来 是不是 然后就把这个 奸诈的当年逼婚的 那个绝情的男子 无情的男子 然后留在了凄凉的人世间 这两个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虽然情节模式和牛郎之女非常像 所以我讲他应该是这个自然版的牛郎之女传说的原型 但是不论是他们是否表现出为人母的温情来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为人妻 他们对他们那个偷他们衣服逼他们就范的那些男人们 都是怎么样 充满了仇恨 充满了怨恨 到最后哪怕过了几年夫妻生活 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去 这样的天女对这样的人间没有半分的留恋 那这样一来怎么可能有爱情呢 连感情连亲情都没有 更不用说纯美的爱情 这种表现叫做什么呢 也就是早期鲜明的婚俗的影子 这个在远古时期 它是一种合理的婚俗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期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什么 对就是人口资源 所以通过田坤伦和毛衣女 我们也可以看到牛郎之女的这个胡编 娶一约婚 这不叫娶一逼婚了 在田坤伦毛衣女的故事里头应该是娶一逼婚 自然版的这段情节描述 我们就可以看到早期鲜明的婚俗的影子 这也是牛郎之女作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爱情故事的典型意义所在 因为它反映了那时候的生活状态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是最美的爱情誓言 于是有了牛郎之女的七夕之约 有了梦江女的万里寻夫 有了梁柱的双双化蝶 有了白蛇许仙的断桥虫具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初 看是谁尽力繁华之下 抬头仰望星空 轻声问 世间勤为何物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在古诗词中 有大量关于牛郎之女的名剧 比如 条条千牛星 脚脚和汗 未会千牛 易若和 虚妖之女 弄金缩 细细今宵 看必宵 千牛之女 渡河桥 而这些言诵至今的美好诗句 则都来源于牛郎之女的美好爱情 传说 那么从田坤伦 毛衣女 这种毫无爱情的逼婚故事 又是如何演变为后来 盈盈一水间 默默不得语的 牛郎之女的爱情传说呢 于是人间版为了洗白 牛郎这个偷衣贼 还是用了天注定的方式 首先 这个取一约婚的主意 是谁出的 这个不是牛郎出的 不是主人公出的 他是无辜的 这是老黄牛教他 其次 这个牛郎他取一之后 是月婚 他和老师嘛 就把老黄牛告诉他的这个世界呢 原原本本就告诉这个织女了 牛郎虽然 宅心仁厚 横目呢 甚至很有点淤 有点笨 但是织女不一样 织女是天上的织女 是神仙姐姐 是不是 灵犀一点通的那种 是不是 所以他一想就明白了 也知道这是一段天注定的情缘 所以也就接受了 再者 人间版的情节铺垫上有一个很好 是说织女 虽然是天上的织女 但是天宫寂寞 他早就向往人间的生活 与人间存朴的爱情 这样的铺垫加上 在这个场景下 这个牛郎织女相会 就水到渠成了 当然 即使这么早 好像能把他找回来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勉强 所以 这时候你看天庭板 天庭板也觉得 这个解释很牵强 然后天庭板 化蛇天足的解释来了 他就说 其实 牵牛星 牛郎嘛 他原来是牵牛星 是他犯了天桥 被贬到人间来的 他原来在天上的时候 他和织女就是一对情人 这牵牛星 织女星 原本就是一对情人 牵牛是被贬了 下到凡间 织女是到人间来找他的 所以 牵牛取了衣服 织女立刻就明白了 这就是我天上的牵牛哥哥 所以 这个牛郎一说 他就愿意了 但是 听上去 这好像 早被回来了 对吧 好像能够解释得通了 但是 我觉得是化蛇天足 为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 牛郎被蒙在鼓里 对 而 这个 取一逼婚 就显得 这是 老黄牛 和牛织女 大家商量好了 是不是 密谋好了 那么 冰清玉节的神仙姐姐啊 要下到凡间来找自己的情郎 居然通过这样的情节设计 洗澡 然后让他偷衣服 然后再相见 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 我觉得 那反而是个败笔 所以 天庭版好像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其实是一种化蛇天足 好了 我们还是回到人间版的情节身上来 即使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 老黄牛的身上 这个始作俑者 对不对 他就是个教唆犯 都把牛郎教坏了 就算是 责任都是老黄牛的 但牛郎你可是一个 纯洁 质朴 善良的牛郎啊 就算老黄牛是教唆犯 那是你是执行犯啊 是不是 通过取一 和约婚的方式 多少还是让人 心里头完全接受起来 很困难 所以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说到 牛郎织女里头 这个最大的一个谜团了 什么谜团呢 就是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为什么 没有名字 有人说 怎么没名字 不是叫牛郎 叫织女吗 这不就是名字吗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可不是名字 中国人 因为汉字的独特 所以名字系统 那是一个系统 那是很讲究的 姓 那是父母带来的 一般儒家认为 三月 生下来三个月之后 父母赐名 有姓有名了 这叫有姓名 还没字呢 男子 二十冠礼之后 师长赐字 帮你取个字 字是干什么呢 用的呢 字以示名 解释那个名字呢 然后自己的人生志向 开始肃立了 好以身志 取好 身名志向 知识分子 一般都有好 那一般人呢 不是知识分子 你不一定有好 但是一般来讲 要有名有字 姓是本身就带来的 对不对 你看刘关章 刘备 姓刘明备 自玄德 关羽 姓观明语 自云长 张飞 姓张明飞 自义德 是不是 备者 玄德也 是不是 玄德就解释这个备 那个 关羽 与是什么 云长飞 张飞 更形象了 意就是翅膀 这个张飞 飞要靠什么 要靠翅膀 所以叫义德 张飞自义德 你看 古人一定要有名和字 再往前 可以不一定有字 但是一定得要名 但是你看 牛郎之女 这里头有名字吗 你能说牛郎姓牛 名郎 对不对 是牛郎 这个姓牛名郎说不通 因为它是一个放牛的 这是它是职业 在这里头 牛是放牛的 是织布的 郎是什么 青年男子的通称 女 你就不用说了 性别 青年女子的 所以牛郎织女 根本就不是一个名字 所以在中国 最早的这部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 民间传说里头 牛郎织女的故事里头 这个人物 主人公都没名字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而这个奇怪之处 恰恰是牛郎可以取一约婚 而在这种情况下 织女 甘心与牛郎结合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叫牛郎和织女呢 这不是两个名字 这是两个象征的符号 象征了什么 象征进入农业社会后 这个时候 社会主体的 这个经济生产模式 是什么 就是男跟女织 所以牛郎织女 就象征了社会主体的 生产模式 生活模式的两大块 牛郎就象征了男跟 而女织 织女就象征了女跟女织 男跟女织 这是最稳定的 也是最典型的 农业文明时期的 社会生活模式 那么同样 由他决定的 社会主体情感模式 就开始 这时候情感模式的主体 就是谁 就是男性的情感需求了 这个时候 女性的情感需求 就开始要向男性来倾斜 所以牛郎只不过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 这个放牛郎啊 社会的最底层啊 但是天上的织女 也要下凡来 满足他的情感需求 来自新兴的你 即使在隔着我们地球 无数光年的千万光年的距离 他也要来到人间 然后满足牛郎的情感需求 这就是在男跟女织的 社会形态下 女织的社会情感 要满足男 这个男跟的社会情感需求 所以织女的 在这个湖边 被牛郎取一约婚 能够心甘情愿 这个时候织女的情感情愿 其实是作为一种情感符号出现 这样说 人间版的牛郎织女情节 就完全说得通了 所以不要是说牛郎了 牛郎的情感需求 作为社会主体情感需求模式 因为他有这样的情感需求 一个天上的神仙姐姐 一个来自新兴的神仙姐姐 又要不远千万里来到人间 就是一直发展到后来 红楼梦 贾宝玉怎么唱呢 见到林妹妹怎么唱呢 天上掉下过林妹妹 天上掉下的林妹妹 那还是连来自新兴的林妹妹 是不是 所以还是一种情感符号 所以对于牛郎来说 织女就是来自新兴的女 对于宝哥哥来说 林妹妹就是来自天上的 所以来自新兴的织女 和天上掉下的林妹妹 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都是专门为他们的牛哥哥 和宝哥哥而来的 这是社会的情感价值取向 所决定 好了 到这儿 牛郎之女终于可以 名正言顺 顺理成章的 走到一起了 那么接下来 他们的感情生活 又会因何而变 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因 又会是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下期 谢谢大家